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赛二百指数升104点 收复1667点 A股做可也带动港股全日升超过4% 收复16136点 全日升626点 国企指数升256点 升幅近半成 全日收复5473点 科指升204点 收复3243点 升幅有7% 大股全日成交1280多亿 这一节跟大家先看一看 为何A股今天会这样爆声 据外电报道 中国金融交管机构 今天将会向国家主席习近平 汇报资本市场的情况 中正监控官员亦都加班 火力全开 由昨日至今日收视 发出多份政策文件 开座谈会 对机构作窗口指导等等 而且连续两天在下午时段发出 答记者问题安抚市场 在多重信号显示 中央政府终于注意到 截截拜退的资本市场之后 加上汇金出手掃入ETF 资金开始压住股市建政策底 看到护心两市全日成交9263亿人民币 按日增长大约是半成 创两个月的新高 外资亦有流入的情况 六股通资金流入增加 正买合超过126亿人民币 是去年12月以来最大的正乱入交易日 所以股市看到有明显的上升动力 今天刚才也说到科治表现比较突出 讲讲两只科技股 美团全日升到大约6 69.25%收市 但魔通发了一个报告 将美团今年提前的目标价由100元调低至67元 维持中性评级 报告讲到美团今年以来股价已跌了2.3元 期内,彭博综合的盈利预测下调大百分之二 估值下调主要是美团的核心本地服务市场 面对竞争剧烈影响估值的倍数 他们也将美团2024年的市盈率估值由原先18倍调低至14倍 而且将公司2024年的收入增长和经营利润增长 预测分别调低至1.5%和1.5% 也将2024年的收入和每股价利预测 比市场整体低大至4%和1.1% 大家留意下摩通这份报告 还有腾讯今天也是升得厉害的 腾讯全日都升4% 亦都带动大股向上的其中一个动力 收报290.8升11.2上来的 Reuters引述3个消息人士说到 腾讯一直努力将其中一款游戏 Elden Ring改编成手机版 消息说腾讯在2022年获得日本游戏开发商 这款游戏的授权 并且成立了一支几十人的团队来制作圆形 同年还收购了Form Software的1.6股份 但这个项目是进展缓慢 报道说腾讯希望将这款游戏 打造成一款免费的游戏 并且可以在APP中买一些道具 类似于米哈游旗下的热门游戏 不知这个情况可否做到 改编成手机版这款游戏 不过腾讯今天明显有资金推动 挨近day high收市 最后再说一支656伏星 彭博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由于伏星国际加速资产出售 去削减他们的债务 公司考虑出售比利时最大保险商的小数股权 据悉现在正与顾问合作 探讨出售部分或全部其持有的一成股权 消息人士说到 复星可能通过一筆或多筆大中交易出售股权 如果按上星期五收市计 这个股权价值大约7.36亿欧元 今天全日升到大百分之6 收报4.36 全日升到2毫7指上来 这节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明天再见